确实就像很多评论说的 印度装备出的大多数事故 都和印军不按规章操作和疏忽大意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支军队 去看更深层次的原因 又会发现什么呢 下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房先生 印度军队老是被别人黑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房先生 不是大家想黑他 关键是你天天出事 大家说出了好多事也可以理解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理解 这些事情不是印度军队出 别的国家军队都出过 但问题是如果你把所有国家出过的问题 在你这全要重促一遍 而且是集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来出 我觉得这个偶然之中就有必然了 我们知道印度国内有大量的不同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数量恐怕比我们中国还要多 另外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 种族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 各种习惯 我想分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体现在印度的军队之中 而这样一种融合 你在国家层面上没有能够完成 你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 更慌大家知道 印度恐怕现在是世界上大国之中 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之中 恐怕文盲比率人口 包括年轻人口中文盲比率恐怕是 我们不能讲最高 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至少跟中国是绝对没有办法比的 那么你想想看 同样都是一两百万军队 同样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组成的军队 包括未来是职业化的军队 如果你人口的文盲率你都降不下去 你觉得你军队中士兵的文化程度 能够高到哪里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有一句话 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而一支愚蠢的军队 是不能够战胜敌人的